前期話題來看到 宜蘭冬月廟舉辦為期三天的 冬月文化祭慶典活動 秋日晚間 廟方舉行傳統夜訪活動 長達兩公里的繞進隊伍當中 還有神明坐上電動超跑 霸氣的在街上奔馳 許多姓仲也拿著仙女棒前往朝聖 熱鬧非凡 姓仲滿人手一隻仙女棒 用花火迎接長達兩公里的 繞進隊伍 鞭炮聲響車雲霄 驅目更引人注目 神明坐上拉風小跑車奔馳在大街上 配上電音霸氣十足 接著所有神明到了城隍廟口集合 現場有如一場舞技大會 為的就是慶祝冬月大地的聖誕 宜蘭冬月廟舉辦為期三天的 冬月文化祭 五號晚上廟方用傳統的夜訪活動 揭開序幕 晚上出來的意義就是 明天冬月大地聖誕 所以要掃清一些不必要的 冬月文化祭除了有一連串的祭典活動 今年宜蘭市公所更恢復了 五年停辦的宜蘭大拜拜 攜開350桌重溫 昔日熱鬧光景 這應該是屬於我們 在地宜蘭很早的一個傳統 那本來因為早期是每一年都大拜拜 希望我們能夠在地 能夠空調雨順 一年一度的民俗盛世熱鬧展開 居民聚在一起 祈求接下來能夠平安順心 基爾張凱廷 宜蘭報導